这一讲我们来说说乡村振兴 这可是个热词 不仅关系到城乡关系的新格局 还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变化 所以今年我也重点去乡村看了看 看看在实现乡村振兴方面有哪些新的思路 我想先跟你说一个数据 在过去20年里 平均每天有将近150个自然村落消失 听起来是不是挺震撼的 要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乡土社会的传统 那如果任由乡村凋敝下去 国家就会丧失现代化的社会底盘 中国的现代化能走得多远 一方面当然取决于城市的发展 那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乡土社会的根基老不老 振兴乡村真是迫在眉睫 那你可能会说了 是不是乡村基础设施太差了 乡村才失守了呢 还真不是 很多原本很偏僻很穷的地方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那不光是富裕省份的村子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 我发现越是过去最贫穷的农村 现在的变化越大 我在宁夏西海固的乡村 想找到窑洞和土房子 居然找不到了 因为村里给贫困户盖好了房子 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但是把基础设施建设好了 问题就能够解决了吗 不是的 国家和社会出点钱 帮贫困地区修个路啊 盖个房之类的 这些我们已经有实力 而且有经验了 脱贫是相对容易的 但是乡村振兴真的很难 比如说吧 有了设施 依然留不住人啊 尤其是年轻人 你看啊 有不少农村 房子是修得很好 但是没有人照看 门是锁着的 锁是生锈的 年轻人都离开了 村里只剩下老人 只有过年的时候 外出打工的人回来了 村里才有人气 一位老人说 他希望自己在过年的时候死 不然都没有人抬棺材 听完真是让人非常的感慨 那有人就问了 为什么现在各项条件好了 在外面打工的农民 还是不愿意回到自己的村子 重新捡起农活呢 你看 如果这样去想 等于又把约束条件锁死了 那这就是死守啊 相当于想用一招 同时解决掉农民 农业 和农村这三个问题 又得是本村的农民回乡 又得让他们种田 这肯定是不容易实现的呀 好 这三个跟农有关的问题 合起来想用一招破解 肯定不好办 那我们要是把它们拆开来了 一个一个来解决呢 那就反而好解决了 我们先说农民的问题吧 这个问题的实质 就是要帮农民致富 过上更好的日子 这很容易做到啊 最快捷的方式 是农民可以进城啊 当他们进了工厂 或者是到了服务业 收入会比种田高很多啊 那过去近三十年来 我们不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用很快的速度 让大批贫困人口脱贫了 如果农民不想进城 随着科技的发展 种田也将不再是一件苦差事 不需要一直下田劳作 也不需要时时盯着看 未来说不定 比进城务工的收益还要高 闲暇时间还可以搞搞副业 一样可以提高收入的 后面的课程里面 我还会带你去看 更详细的案例 那我们再说农业问题 这其实也很好解决啊 农业问题 是要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 让中国人吃得饱 吃得好 观察中国的农业 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种地的人少了 可能种的地也少了 结果呢 农业的产量反而增加了 那这靠的是啥 其实就是农业科技啊 以及农业科技进步带来的 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啊 这里面也有很多机会 关于现代农业这个话题 我会在后面的课上 专门为你解读 好 农民问题好解决 农业问题好解决 那就只剩下农村的问题了 把农民和农业的问题剥离出去 你就能明白 我们之所以要关心农村 是希望农村变得更有活力 更有人气 那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腾挪啊 也就是说农村的人可以走出去 也要让外面的人能够走进来 乡村振兴肯定是要靠人的 但不一定非要靠原来在村里长大的人啊 今年呢 我在宁夏的闽宁镇 遇到了农民赵洪 他是2021年大火的电视剧 山海情当中 马德堡的原型 那山海情讲的就是西海固的故事 在现实里 赵洪是最早一批离开村子 到外面吊庄移民的 那啥叫吊庄呢 就是指从西海固走出来的农民 到外面去啃荒 他们一半的时间在外地 一半的时间回到原来的村子 两处都有家 就好像是一副扁担 两头吊着 那靠农民自发的吊庄 解决了问题吗 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帮助的 我问赵洪 是不是所有的村民都出来了 他说也不是 也有一些留在村里的 可是出去的人多了 留下的人反而也能得到好处 因为原来人太多 所以脆弱的生态环境就被破坏了 现在呢 人少了 环境就改善了 草长出来了 树也长出来了 那到最后 是靠什么让吊庄的农民 找到发展机会呢 有一部分是靠外面的人带来了 农民不仅获得了当地政府的支持 还有来自发达地区的支持 我去看了闽宁镇 这个移民小镇 就是福建和宁夏联手合作的成果 在闽宁镇 你能看到新修的楼房 学校 养老院 超市 还有很多产业 比如养殖的眷棚 葡萄庄园 工业园区 那这些葡萄酒庄园是谁建的 是外面的人过来建的 那这些工业园区是谁建的 也是外面的人来建的 通过西海固的这个案例 你就能够看到 绕开原来的问题 反而有助于激活思路 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案 那我们再用这个视角 看看怎么样能够让乡村振兴 其实就是一个新的思路 腾挪 那这个思路呢 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 是小腾挪 那啥叫小腾挪 我最近几年 在乡村调研的时候看到 村子旁边的镇子 繁荣起来了 因为这些小镇 紧挨着农村 而且呢 这里的公共服务更加完善 孩子上学 老人看病 都会更加的方便 所以生活也会更加的丰富 所以农民其实是从村子里面 腾挪到了附近的小镇 或者车县城 那为什么说这样的小腾挪 能够帮助实现乡村振兴呢 因为如果没有乡村的兴起 那农民就只能到外地打工 一年可能只回来一趟 有了乡村的兴起 农民就不用像过去那样 大老远跑到外面去腾挪了 他们会住在镇上守望乡村 从镇上回到村里 骑个电动车 也就十来分钟 于是我们会看到 凡是紧挨着县镇的乡村 虽然村里的人比原来少了 但它其实已经和县镇 连成了一个整体 还是会有很多生计 县镇的产业也更容易 向乡村转移 帆补乡村 助力乡村振兴 不过我们也要承认 不管怎么腾挪 怎么振兴 那农村的人气是很难达到城市的繁华程度的 我们要允许这个差异化的存在 好 这就是我要说的小腾挪 那啥叫大腾挪呢 那就是把外面的人引进来 只靠原来本乡本土的人把乡村搞活 那难度很大 但如果你敞开胸怀 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呢 众人是才火烟高啊 可能乡村振兴的路子就蹚出来的 这个趋势已经开始出现了 外边来的重粮大户 来租种农民不种的地 外面来的资本 到村里面搞养殖 还有人呢 到农村办民宿 下乡来做电商直播 等等等等 更有意思的是 当我问这些村里的外来者 你们是怎么选中这个村子的 他们会告诉我 是因为最近几年乡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农民外出务工 所以农村的人少了 空出来的地就多了 那就能谈个更合适的价格了 你看 我们一直害怕 农村原来的人少了 乡村就没有办法振兴 但现实的情况却是 正是因为农村原来的人少了 外面的人反而更愿意进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值得提一下 扫黑除恶 打掉了原来在一些村子里面 盘根错节的家族势力 黑恶势力 所以乡村不像过去那样封闭了 比原来更开放了 那外面的人才敢来投资 这样一来 城里的人 乡下的人 就可以在腾挪中找到自己的机会 城乡之间就会出现双向的流动 才能够实现供应 所以说呀 乡村振兴不是靠死守 而是可以腾挪的 有人离开了故乡 有人来自远方 那未来的乡村会变成一个更开放的社区 你想要在乡村振兴这盘大气中 找到自己的机会吗 那你就要去找腾挪的机会 去找那些最欢迎外来客人的农村 跟他们一起建设新农村 好的 这一讲就要结束了 咱们总结一下 解决农民 农业 农村 这三农问题 合起来解 很可能无解 拆开来解 每一个都能找到出路 这种拆开来解题 引入外部条件解题的思路 就是我们说的 鹏挪呀 那听完这一讲呢 咱们也来交流一下 如果你的家乡是在农村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自己家乡的变化呢 如果你就是在城里长大的 那你去过的农村 跟你想象中的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欢迎你在留言区跟大家分享 那上一讲我们说到了乡村振兴 这几年呢 你可能在抖音快手这些软件里头 看到过农村的景象 可能呢 也看过一些人在天间地头做直播 那网络直播对农民来说 就是在空闲时候打发时间的吗 不是的 从网络直播里面 我们能够看到农民农村正在发生的变化 那这一讲呢 我就和你来聊一聊我的感受和思考 今年我们去了吉林省四平市 下面的一个农村采访了一个当地的网红 他叫假胖子 他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他是一个凉贩子 东北有很多农民种玉米 玉米的收购会经过两道环节 第一道环节呢 是收粮的小贩走劫串项 给玉米脱利 然后呢 把农民的玉米收过来 卖给贸易商 第二道环节 就是贸易商 从收粮小贩那里 把玉米收过来 储存好 再卖到南方去 那假胖子原来也是一个收粮小贩 后来成了贸易商 他是怎么变成网红的呢 2019年12月 假胖子在网上看到有人在唱衰玉米的价格 但他觉得玉米的价格会涨 为了赌气 他就开直播跟别人打擂台 一打就是三天 最长的一次直播持续了17个小时 那后来的结果果然如他预测的一样 疫情爆发之后 玉米价格稍微下跌了一些 但马上又涨了上去 那有一些农民呢 信了他的话 没有那么早把玉米卖掉 后来玉米价格涨了上去 农民就多赚了钱 所以就特别信假胖子的话 那假胖子为什么能够预测得这么准呢 跟他是一个粮贩子有关 他能够掌握关于玉米供给和需求 这两方面的信息 他会问问各地的粮食商朋友 还有多少鱼粮 那这反映的是供给 他还会问问南方的贸易企业还需要多少 那这反映的是需求 他还会经常开车 跑到东北往南运粮食的两大港口 鲍鱼圈和银口港 去看看港口有多少辆车子在运粮食 有多少船在装粮食 这些信息看似不起眼 但是很重要 比如说如果你发现卡车在港口排长队 那意味着啥 那就意味着粮价很可能要往下掉啊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 假胖子非要跟别人争玉米价格会涨 这跟他的生意是有矛盾的呀 你看啊 他是一个粮贩子呀 他是要从农民手上收玉米的 如果他跟着别的粮贩子一起吓唬农民 说玉米价格要下跌 那农民就会急着贱卖玉米 他就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啊 他说玉米价格会涨 对他其实是不利的 因此啊 他爸爸就总是说 说他是不务正业 但恰恰因为这样的不务正业 所以假胖子有了50万粉丝 他还搞了一个粉丝见面会 那你能想出来 假胖子的粉丝见面会是个啥样子吗 从东北各地来了700多人 镇上的酒店基本上全都住满了 防费呢 都是假胖子出的 他在院里面支了60张桌子 杀了两只羊一头猪 摆了两天的流水戏 那他作为粮贩子 本来应该是和贸易商站在一起 去和农民谈判 但是现在 他是和农民站在一起 舍身处地 来替农民考虑帮农民说话 那农民当然会非常的信任他 所以假胖子这样的普通人 才会拥有自己的粉丝 那说到这里 你就知道 这里的关键就是要从站在用户的对面 转变到跟用户站在一起 好多做网络直播的 都想靠明星人气 但那样是做不长久的 假胖子的直播能够成功 就是因为他成了农民的利益代言人 那能不能够坚持为用户服务 替用户说话 这才是检验网络直播 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我们现在看直播行业 我们看到了人气 声誉 但是还缺乏一些机制 那我们可以接下来继续关注 好 那咱们再回来说假胖子 虽然他做的事情 比如预测量价呀 普及农业知识啊 那以前在电视报纸上都有人做过 但是电视里面的专家 不了解实际情况 很难解决具体的问题 农民呢 也没有看报纸的习惯 而直播就不一样了 农民看得懂 还能够和主播互动 和更多的人交流 而且在农村的网络直播舞台上亮相的 可不是只有假胖子一个 你去看吧 养猪的 种菜的 教授农机知识的各个领域都有 几乎覆盖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 那这么来看 网络直播可就不只是 粮贩子帮农民判断价格 普及知识这么简单了 农民们正在借着网络直播 进行一场静悄悄的自救运动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 中国的农村从20世纪70年代末 开始推行家庭连产承包责任制 那这场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但是也给单个的农民带来了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单个的农民 无论是跟粮商谈判 还是去买种子化肥农药农剂 都会处于劣势 因为个人的力量有限 你知道的信息没有商家多 自己的生产力采购的产品也有限 没有办法跟商家博弈 所以很容易被欺骗被盘剥 甲胖子拜访一个重粮大户的时候就发现 连他们家用的都是假种子 甲胖子说 春耕的时候你在田耿上看见农民种完种子后丢的袋子 一看商标就知道 假的 那怎么办呢 甲胖子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 他这一货相当于在线上建了一个50万人的生产队 新冠疫情一爆发 原来出去打工的农民出不去了 被迫留在家里 原来种粮 种经济作物的农民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卖粮食 卖经济作物了 那就有了滞销的问题 而市场的行情变化也很大 个人很难判断 但是很多人在一起 那就更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 在这个过程中 直播平台让那些遇到困难的零零散散的个体 重新凑在了一起 假胖子的这50万粉丝 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 但就像是在同一个村子里的人在一起讨论 现在有什么更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啊 市场行情有没有变化呀 要播种了 那我们怎么买种子啊 我们可以找什么渠道来代销 我们这里卖不出去的农产品呢 甚至可以讨论农村的家庭感情纠纷 有了直播平台 不仅信息量更多 规模也更大 相当于农民的力量变强了 这就有可能改变农民过去的生产方式啊 所以我们都没有想到 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的松散的小农经济 可能会被网络直播改变 你还别说 随着直播电商的发展 假胖子们的机会可能会越来越多 过去啊 很多县城想学城市 走工业化的道路 但并不是所有的县城都有这个条件啊 在很多县城 你还能够看到工业园区 但都是又荒凉又空旷 因为大部分的县城 还是离不开农业 但是怎么发展农业啊 这就是个问题了 虽然每个县城说起来都有自己的土特产 但是没有品牌 没有差异化 找不到市场 所以一直发展不起来 不过网络直播带来了一个变化 这两年直播带货未然成风 不少地方官员也走进了直播间 帮着推销本地的特产 结果呢 有的县域农业终于走出了一线一品的新思路 比如说吧 过去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吃的菠萝具体来自哪里 那今年呢 广东徐文县的菠萝一下子上了热搜 要知道啊 过去徐文这个地方想卖菠萝 还得贴上牌子 说自己是海南菠萝 现在终于打出了自己的名气 那再比如说吧 过去陕西汉中的柑橘一直寂寂无名 因为人们要买柑橘 首先想到的都是江南出产的 可是汉中这个地方很独特 它在秦陵以南 气候湿润 只被茂密 所以早就有菊香之称 那还有啊 辽宁盘锦的大米 云南松明的雪梨国 云南高丽贡的咖啡 宁夏贺兰山的葡萄饺 一个一个都在网上成了走红的爆品 这只是一个开始 以后这些产品可能会越卖越好 农产品也能做出来大产业 澳大利亚的牛肉 葡萄酒已经成了世界品牌 智利是在南美洲 但是它的车离子能够行销全球 西湖龙井 那已经几乎成了杭州这个城市的名片了 所以农产品的发展机会还有很多 要是再往深处想 你会发现 这是城乡一体化的一大步 过去一体城市化 你肯定想到的就是一线城市 大城市发展快 当然是件好事 但是在过去 它也会带来一种红衣效应 把二线城市 小县城和农村的人口资源都吸了进去 结果呢 大城市兴盛了 可是小城市衰落了 农村更是被落在后面 先让一部分城市先发展起来 是很好 但是还要大家都发展起来才是真正的好啊 我们讲共同富裕 不只是要解决不同人群的贫富差距问题 也要解决大城市和小城市 城市和乡村的贫富差距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 网络直播能够给农村带来的大的变化 是因为互联网 公路 电商 物流 这些基础设施都已经成熟了 这就意味着城乡关系变得更加平等了 所以城市化正在走出一条城乡一体化的新路 好 总结一下 网络直播给农村发展带来了新可能 分散的个体可以集结在一起 限于经济也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好了 听完这么讲 咱们也来交流交流 你有没有刷抖音快手上的短视频的经验呢 那除了看那些搞笑的逗乐的 你有没有在短视频里面 看到过自己以前没有见过的中国的某个角落呢 欢迎你在留言区里留言跟大家分享